究竟明天還有沒有《蘋果日報》呢? 壹傳媒公會說會盡力維持報紙如常出版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 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不會違法 由烏卓妍報道 警方搜查壹傳媒大樓之後 辦公室超過30部電腦被拆走 壹傳媒公會發聲明 說警方單方面聲稱報道有觀點違法 就將新聞工作視為犯罪 認為是借國安法之名嚴重侵犯新聞自由 強烈譴責警方的行動 從新編採人員一直堅守專業 會盡力維持報紙如常出版 又對法庭發出搜令 授權警方搜查新聞材料表示遺憾 原本在這個範圍的政治版員工 沒有了電腦都做不到事 要移私去到大樓的其他位置或者在家工作 記協對事件表示關注 在新聞工作內散播很嚴重的恐懼 就是我們的一些報道 登了一些文章 都可能會被示威 就是違反了國安法 當新聞工作者的新聞材料 是不能夠受到保護的話 市民會擔心跟傳媒說話 透露一些訊息 會不會出事 有大律師說本港沒有任何法例禁止傳媒 報導外國制裁香港 市民購買或者訂閱蘋果日報 亦都不會違法 目前我沒有察覺到香港有任何一個傳媒 它的唯一營運的目的 是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是要求外國制裁香港 因此任何人是買一張報紙 它是想看新聞的 它是不可能會干犯到國居國安法的 有線電視記者烏冊賢報導